再把它完成 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個把它 剛剛這個圓形圖 之所以會分三段 因為主要我覺得 如果你一次做完的話 可能怕說有些同學搞不清楚說 到底哪一段是做什麼用途 如果你分開來看的話 有時候你會比較清楚 那以後呢 即便有一些圖你沒有用過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產生你要繪製的圖形的樣式 還有方法 大概都差不多 也就是以前呢 你只要會用滑鼠鍵盤 能夠繪製出圖表的話 那當然你也可以 把它改成VBA程式 所以主要我們是 希望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可以讓各位比較能夠 好瞭解啦 另外的話呢當然 如果你這樣會做的話 甚至有的時候 像這樣很夯的像那個什麼 Python畫圖 或者是說 Power BI 做Dashboard的話 其實喔 我們VBA都辦得到喔 而且甚至可以客製化得更厲害喔 另外的話呢 很多功能 基本上也都沒什麼問題啦 另外的話呢 當然在Excel上面其實是還蠻方便的 當然現在慢慢 我剛剛講過啦 像Google的那個試算表 它其實慢慢希望能夠挖那個Google的 挖那個微軟的牆角啦 只是說這個當然多久之後 會被改變掉 不知道 OK 那能不能改變呢 當然可以啦 所以如果各位有時間 有興趣的話 也不妨喔 可以喔 去那個 像雲端上面喔 雲端上面你可以自己在 在這個地方可以 新增那個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喔 裡面的話呢 我剛剛講到喔 其實它裡面本身就有 錄製聚集功能 它有Active 它目前Active Suite App Suite 然後裡面的話 你可以Create Object 然後你可以建立表單啊 甚至你可以錄製聚集 這邊也有錄製聚集功能 所以你可以把 剛剛同樣的事情喔 在那個呢 Google試算表做過一遍看看 能不能產生 尼號的程式 那當然呢 它的差異點喔 主要就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程式部分喔 本來是Basic語言的 現在會變成像JavaScript語言 所以以前喔 蠻多同學以前有上過那個 我們類似那個 JavaScript的課程 所以應該也不是什麼 太大問題啦 只是慢慢習慣這個環境 也就是剛剛的事情喔 假如你可以在這邊重做一遍 你會發現呢 兩邊你又可以 比較出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一個新的玩法了 有沒有 第一個你可以什麼 把這邊的資料有沒有 Ctrl-C 然後你在這邊把它Ctrl-V 這邊就有Data了 那2的話呢 一樣嘛 你就錄製聚集 那聚集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插入 插入什麼 插入什麼 圖表這邊也有嘛 那你可以什麼 從插入圖表裡面喔 再去變更它是什麼 哪一種圖 你看這邊也有嘛 那一堆什麼 只是它名稱 折線圖放第一個 區域圖放第二個 這邊要柱狀圖 這邊也有原品圖 有沒有 你也可以什麼 把同樣的東西做一遍 然後錄製起來 看看呢 裡面喔 怎麼樣可以 再讓它重新跑過一遍 等於你在VBA裡面做的事情喔 馬上又可以學會第二個 Google 你說以後Google的數算表 我也可以寫出appscrib 有沒有 我可以在這上面可以run聚集 那等於 不管你用哪個環境都沒差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 因為不管啦 像Python 以前比較習慣還是用Python的寫 後來發現 奇怪 好像以前我本身就有了 我幹嘛捨盡求遠 後來發現 對耶 可以耶 所以我就用現在講的方法來做 比較一下發現 好像在VBA裡面也不會太複雜 反而更簡單耶 更符合我要的 因為我做完之後的東西 我可以馬上把它轉換成PPT 有沒有 那個簡報 甚至喔 在VBA裡面可以呼叫 那個什麼PowerPoint的物件 可以直接怎麼樣 你做完的東西喔 可以自動把它變成PPT的簡報 把它丟出去 馬上建一個PPT的簡報 自動存檔 所以你們老闆如果要的話 老闆在那邊自己打開來看 以後如果你要再加一些簡報 你自己再把字打上去就好了 OK 那不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 所以也許可以試試看 這邊有一個工具 有沒有 錄製聚集 回去可以玩玩看 你如果可以的話 順便又多學了一套東西 有沒有 這東西其實現在滿 我發現滿多同學對這個很有興趣的 OK 好 那我們把這邊做個Ending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後面呢 我們錄製網 所以把它分成123 然後你會發現加上數解 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 產生第一個 然後再來加標籤 然後再把它炸開來 然後在這個底下 我有多做第四啦 其實就加上那個 圖表名稱 但是呢 做完之後 可能你還要再完成兩件事 第一個喔 我講過了 你會發現喔 在這裡面喔 有一堆的什麼呢 Active Char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七八 九個 當然喔 像我的習慣這樣 光看到這重複的東西 就想要讓它這個重複的 現象消失 那怎麼消失呢 一樣嘛 打個Wiss 有沒有 Wiss什麼呢 Wiss這個 就是把這邊打個Wiss 然後把Active Char 搬到上面來空格一下 然後在最尾巴的地方 打一個End With 然後呢 把它怎麼樣 把這中間的 Wiss到Wiss中間的程式 選起來 按Tab鍵 表示下一階 再來的話呢 就可以把重複的Active Char 拿掉了 有沒有 那拿掉記得喔 一定要留下點 這個拿掉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這個不能拿掉 五個 六個 七 八個 九個 OK喔 這樣的話感覺 應該會比較清爽一點 不然的話程式 感覺 而且尤其重複的東西又太多了 所以以後記得 錄完句集之後 真的蠻需要用Wiss 當然你想說老師那不用可不可以 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一般的習慣 沒有人喜歡看那麼多程式的 當然程式看越少越好 就感覺一目了然很清爽 對齁 不然的話呢 不去掉真的有時候 這是一種對程式的潔癖吧 感覺不用 就覺得哪裡怪怪的 另外呢也有同學說 老師如果說我這邊 假如不縮排的話 原來是Shift加一Tab 有沒有 那 還是很多同學 問我問題的時候 然後他也不縮排 跟各位講 不縮排可不可以跑 可以跑啊 沒問題 但是跟各位講 你如果不縮排 看起來我就會覺得 看起來很累 頭尾我要找半天耶 可是如果你按壓Tab的話 馬上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就一目了然了嘛 所以還是要養成好習慣 你要程式寫得好 我覺得只要掌握一些要訣 真的不能急躁 一定要還是要一個Step一個Step 每個地方都能夠掌握好 然後呢 每個細節你都注意到的話 我覺得寫程式還蠻愉快的 雖然說有時候慢一點沒關係 因為畢竟這個也不能急啦 慢功出細活嘛 這有點像是什麼 就像日本那個職人的堅持 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們就是慢慢來 但是你會發現他做出來的東西 真的讓你覺得 哇 太棒了 怎麼可以做出這麼好的東西呢 OK 像我的習慣也是這樣 我就是喜歡 反正我慢慢去了解 哪個東西的原理 就是一些小東西吧 我就想要把它盡量做到最好 盡量看這東西永遠都不要壞掉最好 對不對 如果會壞掉啦 也沒關係 把它當耗材 一定的時間把它換掉 這樣的話就可以 永久性的一直用下去 對不對 但是畢竟這種人比較少 對不對 就像說呢 我的東西通常都會用非常非常久 像我最近就在抽屜裡面 打開看到一個 我30年前買的一個刮鬍刀 就我唸大學時候的刮鬍刀 然後我就打開來 然後呢 我的這個 就把它打開來 然後想說媽啊 用用看 所以一弄 又可以用了 然後我就想說來試試看 會不會利不利啊 就刮一刮 感覺還是跟30年前一樣的順暢 不過在刮的過程當中 感覺很奇妙耶 就有點像回到那種18歲那個時候的 感覺好像一邊挂 一邊回想我18歲那時候的樣子 OK 那只是跟各位講 像我是每個東西盡量 買東西就盡量去買那個 比較耐久性高一點的 另外的話呢 使用的時候也盡量 好好的呵護它一下 讓它可以永遠可以用下去 感覺其實還滿好的 你看30年之後它還可以這樣子耶 像很多東西也是一樣 像我家裡還有一台那個 我大學時候騎的摩托車 現在還是繼續再騎耶 還是可以動耶 而且很好騎耶 大家很多人都沒辦法想像 我是幾乎把所有零件都換一輪的 而且是把每個零件 我是自己網路上 每個零件通通都找到耶 然後我是有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我都輕力輕微 如果不行的話我會找那個 比較認識的那個車行 我跟他講說我給你工錢 然後我零件買到 你幫我把它換掉 像那個前面那個碟砂好了 那個其實自己也可以換 只是說自己換比較麻煩 我想說找那老闆 老闆你幫我換一下 反正它那個環境比較OK 我說多少錢 他說收個 收多少錢 五百塊吧 換個碟砂 OK 其實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好 那一樣的道理 寫程式也是一樣 反正每個細節 如果你都注意到 寫程式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 基本上也還蠻愉快的 這個跟 在這個老大這邊教學這麼久也是一樣 我是覺得盡可能的就是 這個愉快的經驗都會延續下去的話 那你當然會在每個地方都能夠堅持很久 如果你不愉快的話 可能就想要離開這裡 所以每次都覺得 一定還是要很愉快的 不管你工作愉不愉快 反正你就要找到快樂的點 你覺得每天出門上班就是很開心的事情 OK 不然不開心也是一天 開心也是一天 何不開心一點 OK 學習也是一樣 教學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是把這個地方加一個Wiz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 再來我還要做什麼 相容性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版本 如果你假設在Excel的2010以前的版本跑 應該會掛掉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掛掉的話 可能要改什麼 還記得吧 改這個相容版本 哪個版本 直條圖 主要是改三行程式 哪三行 所以以後的話 跟各位講 你只要把這三行 把它拿來當範本就夠了 那這三行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就是建一個 那個 這個什麼 Trad object 然後Wiz一樣 所以Wiz不用改 而且你貼喔 不用重寫喔 把這三行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喔 貼到剛剛的這個上面 取代這兩行就可以了 這兩行我把它註解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兩行的原來的位置 那為什麼會多一行 因為喔 這個地方的 這個 這個 Achart Tool 它裡面呢 會多一個這個 樣式有沒有 它的Chart Type 但是呢 在這個 Chart Object 裡面沒有 所以必須要多一個屬性敘述 再來的話呢 把這三行貼上之後的話 主要要改幾個地方 一 它的位置 跟它的大小 所以拿這個位置跟大小拿來吧 把它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二的話呢 把這個 它的樣式貼到它的ChartType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就改完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只是拿剛剛的範本 把這四個數字改到這四個 把這一個的話改到這裡來 那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不用改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為什麼要改Wis呢 因為改Wis之後 反正後面的都是叫CO的物件 底下的紙物件叫Chart 實際上就是剛剛那個ActiveChart 所以底下就不用改了 所以第一步先把Wis先改 第二個的話把這三行貼過來 這樣子的話就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懂我律師吧 所以你只要按部就班 我覺得在Wis之後裡面用Wis畫圖 好像還蠻easy的喔 並沒有太複雜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我發現eSale本身就有這麼好的資源了 我以前在想說 那我幹嘛要用去用Python來畫圖 除非說我本身電腦沒有eSale 那當然我就用Python 如果電腦已經有eSale了 我幹嘛要捨盡球員 就像說你家裡本來就已經有很好的某個工具 你家本來就有很好的超跑 不應該不能叫超跑 很好的一台車子 結果你還去外面租車 感覺有點不太那個吧 OK 你應該是先把你家裡有的資源拿來用一用吧 除非你家裡這個車子壞掉了 你再去租嘛 或者你電腦也沒有eSale再說吧 好來試一下 如果OK之後的話 我跑跑看 這個有沒有問題 應該是跑到這裡來 把這個移到這裡來 OK 然後我按F8好了 主航來跑 其實應該沒問題 1 Try Add進來了 而且大小 位置在這裡 510 500指的是 從那個左邊過來的這個位置 這個500 這邊的話是10 給前面講過 這個寬的話是300 高的話是200 當然這個大小你自己可以再調一下 應該沒問題 一個畫布 然後再來Wiz它 底下的話就是增加一個派圖 然後把範圍給它 派圖畫出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一樣 把那個標籤做出來 然後要那個名稱 類別名稱跟它的百分比 然後不要它的value 它的值 然後再來把它台北部分炸開 有啦 OK 然後把分店的那個標題名稱變更 然後顏色變更 不要那個legent 就是那個圖力 這樣子 大功到成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這個應該是相容於2007的 所以這個可能可以改 不過其實沒什麼差 這個版本的話可以再把它改成2007相容 OK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了這一個 另外你也可以再把什麼 另外剛剛的那個資料圖也把它跑出來 有沒有 這樣就有一個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不過高度我看也把它改200 好了 這樣感覺好像會比較OK一點 有沒有 這樣子 好 跑出來了 然後最後我們要看到的 就是這樣的結果 不過可能就還是 所以喔 這個部分呢 請各位試試看 另外如果有時間的話 剛剛我講的 Google試算表 也可以玩玩看 會不會把那個Google試算表 順便畫一樣的東西 然後程式的問題也可以改得出來 甚至喔 如果可以啦 你甚至可以像我一樣錄影片嘛 然後寫個部落格文章嘛 我剛剛一定會很多人想看的 有沒有 延伸性的嘛 那 所以像剛剛那個 春翔熊有Google說 老師你為什麼東西都可以被砸 因為你就是要夠多啦 因為我這裡也是累計的快 應該有20年做這些事情嘛 那當然一定會相對多啦 可是最近可能產量 除了影片多一點 文章好像寫得太少了 所以你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要開始再繼續來寫一點文章 有沒有 如果把這些通通都分享 其實很多可以寫的啦 太多可以寫的 只是說呢 動力可能不太夠啦 OK 不過我發現我雖然動力不夠 再怎麼樣 比其他老師好像也是算是 算是已經很多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 也可以試著做做看喔